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叶科学大学位于东京首都圈最东端 从JR东京车站长车到大学只需一小时五十分钟 日本国民对于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较高 人才需求较多 我校进校以来 一直围绕健康与安全 安心进行学术研究 并以此为宗旨而展开教学 拥有宽阔的可以眺望太平洋的海滨校园 是我校最有魅力之处 千叶科学大学地处千叶县调子市 这里有湛蓝清澈的大海 处处洋溢着南国风景 是日本首居意志的天人港口城市 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远离喧嚣 享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前夜科学大学 以职业生涯可视化学习为教学目标 进行着眼于未来的特色教育 致力于让每位学生实现伟大理想 成为行业专家 危机管理学部 主要培养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 支撑和维护社会安全的高端人才 作为亚洲首个危机管理学专业 本学部限设有多个学科 内容覆盖法律 经营 经济 国际关系 航空 工学 保健医疗 畜牧水产等众多个领域 学生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学科课程进行学习 危机管理学部的教育综制式 培养学生通过科学手段 发现潜伏在社会及经济上的风险 未与筹谋的同时 追溯和分析风险根源 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药学部 只在培养医药的专家 本学部致力于提高学生在医疗 药剂领域的科学管理能力 使学生深入了解 例如中药、疫苗 及日本最先进的医疗体系 和福祉制度等 同时 重点培养学生与患者沟通的能力 为日后成为综合型医药专家 奠定良好基础 千叶科学大学 以培养安全技术基建人才为己任 为实现专业性与实用性并性的特色化教学 我校进行了一系列高成本设备投资 例如航空技术、危机管理学科 在日本首个引进了 波音767引擎 飞行模拟器、风洞实验设备 保健医疗学科则引进了 人工费、急救模拟器人偶 最先进的重症治疗设备等 为日后学生投入社会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 千叶科学大学 与美国的分德雷大学 白特州立大学 夏威夷大学 关岛大学 中国的北京科技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 16个国家的58所高等教育机构 签订了国际教育交流协议 我校学生可通过交流项目 到其他国家的大学进行学习 培养国际化意识 提高国际竞争力 其中 参与航空技术危机管理学科 飞行员课程 及航空管理课程的学生 第二年 有机会前往美国学习飞机驾驶技术 并考取美国航空局执照 此举已为该学科学生毕业后 活跃于海外舞台 做好充分准备 当时第一次来学校参观的时候 然后对我们学校的一些设施 基础设施都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学校因为靠近大海嘛 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空气也很好 安全保障学比较感兴趣 因为在这个学科中 我可以学习到一些像地震啦 洪水啦 各种一些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然后一些逃生的必要的 一些知识可以学习到 基本上在大三的时候 会设有就职活动 那个时候我想去参加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优势 以及长处所在 去寻找一下适合自己的职业 想在一般企业中入职 我是对我们学校的危机管理学部 临床工学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包括了我们学校 现阶段还在基础学习的阶段当中 比较感兴趣的学科是解剖学 国际交流是在打工和宿舍方面 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宿舍方面 每个月会有2万块的补助金 每个月才2万5 这样的话非常的适合 将来我是想先靠去 国家临床及时资格证 千叶科学大学 热情地欢迎广大留学生来我校学习 我校为留学生精心准备了 学习以及生活资讯服务平台 并且专门准备了留学生宿舍 除此之外 在国际交流科 有会中文的教职工 为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咨询与帮助 使每一位留学生都能安心愉快地度过美好的留学生活 我校另一大特点就是高就业率 我校培养的人才具备高度的危机管理意识和科技能力 这样的专门型人才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在世界范围的需求居高不下 我校近五年来的就职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 毕业生也因此有多种多样的就业选择 高就业率和我们高智的就职服务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校从入学的第一年期就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 并定期举办就业学习会和行业研究会 为学生提供求职上的各种帮助 校内科学科也长期提供日本国家资格证书考试相关的备考教学服务 此外 我校还与机场 医院 制药公司 以及高校等机构合作 帮助学生实现职业理想 保证了高就业率之外 还为毕业生开创了更好的未来 你的竹梦之路 千叶科学大学始终相伴 让我们为明天而学